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快速落地Bdata資料應用 我們在Trino上或者叫做Presto 我們從頭打造了一個PostgreSQL Wire Protocol 好,我是Jax 好,那我先來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Jax,本名叫劉佳軒 我現在任職在Kenner 我是Kenner的一個資料工程師 我主要focus在Java跟Data的一個系統上面 我比較熟悉的兩個系統 那是Trino跟Spark 下面是我的Github 有興趣的話再去看看就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要聊些什麼呢 首先我會簡單介紹一下Kenner 我想請問一下 在座各位有人有聽過Kenner這家公司嗎 有聽過的可以舉個手 好,看來大家對我們都不太認識 我這邊會簡單介紹一下 Kenner是誰啊 我們Kenner在哪裡 我們Kenner到底要做些什麼 然後我們是怎麼去使用Trino的 然後什麼叫做資料快速落地呢 為什麼我們要做資料的快速落地 為什麼我們 什麼是PostgreSQL Wire Protocol 那為什麼是選它 然後最後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要如何在Trino上面打造一個PostgreSQL Wire Protocol 好,那首先這是今天的看板 其實沒什麼意義啊 只是因為牠是我家非常可愛的一隻貓 所以給大家看看 非常可愛 好 然後簡單的一個工商時間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們Kenner 好 那Kenner在做什麼呢 我們主要是在提供我們一個 提供企業級的一個資料的調用方案 調用的解決方案 我們以資料虛擬化的方式 我們可以將一隻的資料來源做整合 讓企業可以享受到零複製 零搬移的一個調用資料 我們大概有四個設計的支柱理念 第一個叫做資料虛擬化 那我們Kenner開發了非常多的資料的Connect 我們可以透過虛擬化的技術 讓這些一隻資料的資料來源 它可以在互相影響彼此的情況下 用單一的節點去互相去整合 第二個叫做資料產品化 什麼叫做資料產品化呢 我們提供了semantic layer層 就是一個語意層 我們可以讓資料它可以具有商業的意義 然後讓使用者在使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可以更正確的去理解說 這個資料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然後可以正確的去使用 再來是一個資料的授權管理 我們提供了data authorization 讓我們開發一個虛擬工作區的一個功能 可以讓不同的使用者 他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去調用它屬於他自己的那個全線的資料 可以讓它更正確的 然後去調用它更適合的一個資料 然後再來是製作室的調用 那我們支援了nc-sql的語法 甚至我們可以讓使用者 他可以去定期的自動去讓它產生 經過sql處理完的資料 然後透過一些API 還有我們今天要提供講到的postgres的wire protocol 直接把資料輸出給使用者 或者直接接到一些BI的tool 或是一些分析的工具軟體上面 那我們背後 我們這個整個資料處理平台的背後 我們使用的就是 現在的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叫做trino 那什麼是trino呢 trino它其實是一個 源自於facebook的一個java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它最早叫做presto 那後來presto的這個開發團隊 他們自己出來開了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starburst 然後把名稱改成presto seql 那後來因為一些 他們跟就是starburst跟facebook有一些爭執 然後吵了一架 後來facebook他們決定 你不要讓starburst繼續使用presto這個名稱 所以他們後來就把presto改成trino 就是這邊這個兔子 你們以後看到這隻兔子 它代表的就是trino 那trino它有什麼特點呢 他們有第一個特點叫做sequel on anything 他們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testreport dashboard etl 這些注入詞類我們常見的一些應用場景 它都可以透過sequel來處理 然後再來叫做federate queries 那它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connector 就是我們剛剛kenner提到的一枝資料來源整合 那它其實就是可以去連接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一些distributed object storage 或是rdbms或是no seql 諸如此類的非常非常多 那它都可以透過trino 去這樣跨資料來源的去做一個整合運算 不管是join,groupby,aggregation 我們常見的sequel運用場景 這裡面都會去用到 然後trino它在運算的時候 它主要都是做一個emmemory的運算 所以實際上你如果你在使用trino的時候 你所開的那個機器規格 它的那個disk的那個storage空間 其實你不用開非常非常大 就是開一個系統可以用的一個小規格就好 它主要就是把資源都著重在說query的computer的resource上面 就是不管是cpu的core數啊performance或者是你的memory的大小 然後它是一個design for performance and scale的一個系統 就是facebook就是這個meta 他們現在啊他們裡面有一個自己的一個很大的一個presto的一個cluster 那他們宣稱呢他們後面接的是一個300pb的一個data leghouse 然後他們每天大概有1k的一個active user在使用 然後每天大概有30k的query在跑 所以其實從這邊可以看出來那個presto、trino這個系統 它在可靠度方面是非常是有meta這間公司做保證的 然後它是一個常見的一個分散式的主蟲 主蟲式架構就是meterslave 但是他們trino內部並不使用meterslave的這個名稱啦 他們主要叫做coordinator跟worker 那它常見的應用場景啊就是用在一個sql分析的一個assesspoint 然後還可以拿來做一些sql的轉換或是etl的tool 好 那我們在使用chino上面碰到什麼困難呢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今天提到的postgreswire protocol呢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個資料分析的一個流程 通常就是一個資料來源嘛 然後它會經過一個整合的運算 然後再把它可能輸出到一些分析的tool上面 然後做一些視覺化 最後這些結果有報表之後 你才可以提供給決策單位去做一個決策 那我們canner目前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解決了資料來源到整合的運算 我們可以跨一子資料的來源去做一個分析運算 但是我們碰到一些使用者啊 他們常常會需要一些外部的工具去分析 譬如說我們可能會用一些什麼ecell去畫報表 一些bi-tool像是table power bi 或是他們甚至可能會把一些結果把它放到丟到r啊 r之類的統計的語言去做運算 所以這其實背後就代表說我們一個資料的一個處理平台 我們背後可能需要面對眾多眾多的工具軟體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的情況 這是我們canner enterprise 然後我們可能要面對ecell table debeaver datagrip 或是metabase OK 好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資料落地時的難題 那我們通常一個系統啊 它要怎麼去接這些工具軟體呢 最常見的大概就是輸出成檔案嘛 我們把它輸出成csv json 甚至是pocket 那這樣的動作啊 我們需要把檔案 我們需要把資料輸入到filesystem 再匯到軟體之中 如果這個過程中啊 我們沒有去做自動化 你每天人工去操作 其實是非常費時而且很麻煩的 更嚴重的它可能你在操作的過程中 你很容易出錯 再來是一個driver 像譬如說jdbc odbc 因為我們背後是使用trino嘛 所以trino它其實本身是有提供一個 jdbc的driver讓我們使用 但其實部分的tool啊 在使用jdbcconnect的時候 它的功能上是有所限制的 比如說這個我剛才 我後面寫到一個direct query 什麼叫direct query呢 它是一個 Power BI這個BItool 它所提供的一個功能 它的用途在於說 因為其實我們要有個認知 我們在這個工具軟體上 我們在BItool上面 每一個按鍵 每一個按鈕 你點下去 它背後可能都代表著一段 SQL的邏輯 那這個direct query的意思就是說 我每次點下去的 我的每一段query 我就直接送到我的資料來源那邊 去做處理 這樣有個好處是說 我們不用再一次 就把所有的資料拉到我們local端 這樣可以減少我們local端的負擔 在一些非常龐大的一些資料的運算的情境上 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如果我們是使用JDBC Connector的話 這樣子基本上這個功能是不能用的 然後再來是JDBC 它基本上是提供給JVM-based的系統去做使用嘛 那當然有些系統它可以透過一個叫 ODBC Bridge去橋接JDBC 那不然的話就是我們要自己去開發 或是維護一個driver跟climb 可是這個成本很高 而且我們還要自己想辦法把它串到不同的tools上面去 再來就是可能我們會提供SDK 或是常見的web API 但這些其實很多工具軟體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畢竟它就只是一個開發包嘛 那它就是提供給一般我們懂城市開發的人員去做使用 好 那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幾個前輩 他們的做法可能是什麼 你現在如果在Google上面打The Popular Database 2022 那前面排名前四名的Diabase就是這幾 MySQL PostgreSQL Oracle SQL Server 那他們背後都有非常非常成熟龐大的一個使用者的社群 那我們要先有一個認知 其實每個Diabase他們都有自己的wire protocol 那什麼叫做wire protocol 它其實就是一個資料庫與他們客戶端的一個資料交換的協定 你們常見常使用的JDBC、ODBC 它其實就是去實作每個Diabase它自己的一個wire protocol 那我們的Program Application 其實我們去codeDriver的話 那Driver它就會幫我們用屬於它那個Diabase的wire protocol 去跟Diabase要資料做資料的一個交換 那看到這邊 我們是不是其實可以來一個草船借鑑呢 如果我們能夠去模仿他們的wire protocol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他們的一個client端的生態系全部吃下來呢 就是我們夢想要成為這些人 但其實在這四個裡面 我們其實能夠選擇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MySQL Open Source沒有問題 PostgreSQL is Open Source的也沒有問題 可是像是Oracle或是SQL Server 一個是甲骨文公司的嘛 一個是Microsoft 那基本上它就是沒有對外開源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辦法去知道說 他們背後資料交換的鞋的鞋定是怎麼做的 那後來我們在MySQL跟PostgreSQL之間 我們選了PostgreSQL的wire protocol 那我們為什麼選PostgreSQL的wire protocol呢 第一當然它是Open Source的嘛 然後它的client端生態是非常非常的豐富的 然後再來是其實它的官方與非官方文件其實是 相對相對比較成熟的 然後再來其實在國外啊 非常非常多的系統 它其實也慢慢開始宣稱他們也支援PGwire protocol 像這個CrateDB CrateDB是我們主要去reference的一個專案 然後還有QuackroachDB QuestDB CubeJS Amazon的Redshift Amazon Redshift就是在AdaBase上面一個 一個Data Warehouse 那這邊CubeJS它比較特別 他們在前幾年還都是支援MySQL的wire protocol 那它到了今年它才把MySQL的部分 轉成了PostgreSQL 那下面有一篇文章 叫做The War of the PostgreSQL Wire Capitability 那這裡面這篇文章有興趣的話可以再進去看看 它在裡面更詳細的去介紹更多的系統 它們支援Wire protocol的一個程度 好 那這邊是一個我們內部的一個系統架架 我們Wire protocol 它跟我們Trino 跟我們Cana 跟我們Cline端的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呢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Wire protocol 它其實就是橋接在Application端跟Trino端中間的一個Adapter 它就是會去接來自PostgreSQL driver那邊來的一個query 然後把這個query做適當的轉換跟Message的Handle之後 把它轉成Trino可以吃的query 然後再去跟Trino拿資料 再把這個資料吐回給driver端 那我們Cana這邊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Cana有提供全線控管的部分 那我們Cana這邊所扮演的角色 這個就是做一個authorization的一個角色 OK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實際的應用畫面 這是我們Cana的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邊其實 這邊已經有兩個table OK 然後也可以對它下SQL 那我們透過PGWire protocol 就可以把它接到像是Google Data Studio 這是一個Google他們線上的一個BI tool 可以看到說我們用的就是PostgreSQL的connect 然後我們透過輸入了就是IP 然後Port 然後Database User Password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在Cana上面的那幾張table 拉到這個Google Data Studio上面來使用 再來這是dbeaver dbeaver就是大家應該有 如果有在使用Database的話 應該有時候就會碰到這個ID 它就是一個Database用的ID tool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這邊選的是PostgreSQL的一個connector 然後也是一樣輸入 IP-Port Database User Password 就可以連進來使用 OK 然後再來是P-SQL P-SQL 就是有用過PostgreSQL的人大概都知道 它就是一個PostgreSQL的最常用的一個Cli tool 那也是透過剛剛的幾個參數 就可以連到我們Cana OK 好 然後這是一個實際的貓 OK 就是 對它叫四個燈 是我Walfron Home的同事 然後它就是 說它自己用了PGWirePort之後 躺著都可以去分析資料了 OK 好 那這樣子是不是成像 我們就起封了 我們什麼都接上去了 那我們Cana Enterprise透過PGWirePort的功能 我們很瞬間的就把觸手伸到了PostgreSQL的一個client端的一個生態系裡面去了 OK 好 但你可能會好奇 那麼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PGWirePort 使用在Trino上面呢 現在這邊就是 這次報告的一個重頭戲了 好 那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呢 這是火車 這是火車 大家沒什麼意見嘛 那這是什麼 這是客運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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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類火車 這是我們政府給的一個非常fancy的名稱 所以我們有一個 我們同樣的概念 這個是Trino 那我們就要成為一個 類PostgreSQL OK 好 就是Trino前面帶了一個PostgreSQL的一個假面 好 所以 同樣的 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看我們PGWirePortacle 它是怎麼在Trino上面去運作的 那其實我們PGWirePortacle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其實是一個 NativeBest的一個Server 那其實裡面有幾個不同的 module 在負責做不同的事情 首先是Message的Handling 那這邊就負責就是 WirePortacle之間的一個Message交換的flow 然後它其實是 我們還有一個ServerSign的一個Session Handle 然後就是要保存你不同connection 在ServerSign的一個狀態是怎麼樣 然後它也負責了 DummyCurry跟FetchResult的功能 那Authentication的部分 就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透過Canel去做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PostgreSQL rewrite的部分 它是在做一些PostgreSQL的一些Synthes語法的一個Handle 那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PGWirePortacle 它的一個訊息交換的流程是怎麼樣 它主要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叫做StartConnection 就是你一個Connection要怎麼開始 再來是Query Query它分了SimpleQuery跟ExtendedQuery ExtendedQuery它基本上就是我們對應 我們SQL在使用的一個PreparedStatement的一個概念 這部分都可以在PG的網站上面去查詢 它寫得非常詳細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StartConnection的一個過程 首先Cline端它會Send一個Message 叫做StartMessage給Server端 跟Server端說 我現在要開始這個連線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的Server端 有做一些Authentication的一些需求的話 它就會Send一個Message 可能叫做AuthenticationTextPassword 就是跟Cline端說 我現在要求你要Send密碼 那Cline端收到之後 它就會Send密碼 然後就會把它包在一個叫做 Password的一個Message裡面 然後丟回Server端 那Server端確認這個東西沒有問題 它就會Send一個東西叫做Authentication OK 跟Cline端說 你的身份驗證是正確的 然後再來就會傳一些叫做ParameterStatus 然後這裡面包含了我們系統的一些資訊 譬如說我們的encoding是什麼 我們的Version是多少 我們用的Desk代表是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最後會再丟一個叫做Ready for query的Message 跟Cline端說 現在所有狀態都準備完成 你可以下Query了 再來我們來看Extended query的部分 Extended query它主要分了幾個步驟 首先是Pars 什麼是Pars呢 顧名思義就是你SQL進來 我們要先做Parsing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它就會開始做一個SQL的Validation 然後去確定你的語法是沒有問題的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它就會Create一個PreparedStatement出來 存在Server端 那Server端這邊確定都沒有問題之後 它就會Send一個叫做ParseComplete的部分 的Message 跟Cline端說 我現在這邊這個Pars的過程已經OK做完了 你可以做下一步了 再來是Bind Bind Bind就是我們在使用PreparedStatement的時候 不是都會可能丟一些Argument 在那個Query裡面嗎 那Bind這個過程 它其實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Argument 把它Bind到對應的剛剛Pars的Statement裡面 它會Create一個Portal 一個Portal 它對應的就是一組Argument 跟一個Statement 那一樣這個東西它會Create完把它存在ServerSign 然後再來是做Describe 那什麼是Describe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Describe某一段SQL 那它的用途其實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說我這個SQL 它最後Output出來的這個Schema Type Schema是怎樣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我們Client 一定要知道說我最後的結果 它的Type Schema是怎麼樣 我才知道我要怎麼去使用這些資料 所以這個Describe的Message 它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它可以Describe我們剛剛那個Portal 讓我們Driver Client端知道說我們最後的結果 Type Schema長怎麼樣 然後它就可以按照這樣的邏輯去處理 它就會用一個叫做RawDescription的Message 把剛剛那些Output的Schema 把它透過RawDescription的Message 把它回傳給可能一端 然後再來是就是做Execute Execute是Execute某一個Portal 那就是把剛剛辦好的Portal 我要實際開始去跑 那Server端接到Execute之後 它就會開始去Run Run完之後它就要透過以Raw為單位 然後去把那些Raw的資訊 把它轉成很多很多個DataRaw的Message 把它傳給Client端 然後最後Client端全部接收完之後 它就會丟一個叫做Common Company的東西 跟Client端說 我這一次的這段SQL 我已經執行完畢了 那執行完畢之後呢 Client端就會丟一個Sync 跟Server說 我這次的Transaction我已經結束了 那Server端確定沒有問題 然後把一些Status都重置之後 它就會丟一個叫做Ready for Query的Message 跟Client端說 OK你可以做下一件事情了 好 那這是Extended Query的Boot 然後再來是Simple Query 那Simple Query就很單純了 就是很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Query 那它其實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 Extended Query一連串的動作組合 你剛剛看到說它這邊其實丟一個 Query的Message過來 然後它就會把剛剛所有的Parse,Bind,Describe,Execue,Sync 的動作都做一遍 那就會看到說它就會丟了RAW,Description,Darr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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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ommon Company 這樣子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Simple Query它其實可以一次提交 多個以分號分隔的C 比如說我可以select from A 分號 select from B 分號 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想像它其實就是 一個Query過來 然後對應好幾個 RAW,Description,Darrow,Darrow,Common Company RAW,Description,Darrow,Common Company 然後最後全部都做完了 就丟一個Ready for Query 跟Client段之後 OK 那你可以做下一件事情了 好 那其實做到這邊 我們WirePoco就做完了 就是 我們已經可以 下Sequel 對Server端 跟Driver端 做溝通 那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就這樣子做 然後我們直接連到BI tool上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 馬上判了一個錯誤 叫做 什麼 Invalued Interact Fill OK 再來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Functional Registry 再來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Syntax Error 再碰一個 這是什麼 Unknown Type 再來 這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 No Not Implement 還有 這是什麼 Current Cannot be Resolved OK 所以你可能就想 怎麼跟說好的 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PGWirePoco 不是已經做完了嗎 實際上這邊我們可以來提到 下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也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叫做Postgrade Comptability 就是這個問題發生什麼事 是說 Client段他真的以為 他自己在用Postgrade SQL 但是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其實背後是一個 Treno的一個 Kernel 所以其實 當Client段他使用 Postgrade SQL的一個 Syntax Function Operator 或是他執行 去嘗試去 assess Postgrade SQL的一個 System Table 或是他用了 Postgrade 他自己特有的一個 Type 那他就會發現 這些東西其實在我們 Treno端 是不相容的 但是他就會跟你說 我把你們當PG看 你們就必須要符合這些 這些語法跟問題 好 那我們來簡單來看一下 Drive段他到底是怎麼去使用 跟我們做溝通的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JTBC 那JTBC裡面有一個class 叫做ResourceMetaData 它有一個 method叫做GetColence 當你在JTBC裡面 Call了這個GetColence 他就會用 這一大串的SQL 跟你們家自己的Postgrade SQL 或是跟你背後的DataSource 做一個溝通 那這一段SQL 其實有很多相容上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幾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 你看到他其實 SelectFrom跟Join 好幾張名稱看起來 非常奇怪的table 什麼PG開頭的 那這些table 它其實就是Postgrade SQL 它自己的一個System Table 那在Postgrade裡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PG開頭 那這裡面存了 就是所有Postgrade SQL 他們自己的一個System開頭 那比如說有幾張table 我直接舉例 它叫做PG Type PG Type做的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把所有你這個Postgrade Server裡面 有的Type的一些information 都存在這個table裡面 然後再來是PG Namespace 那裡面存了其實 顧名思義 就是Namespace 跟Schema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後還有PG Class 那它主要是存的 我們比較直觀的看到就是 它是存一個table 或者甚至還有存一些什麼 index啊 trigger的一些information 都在裡面 再來它有一張table 叫做PG Attribute 它其實存的就是 Current的一個information 在裡面 那除了PG Kellogg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Information Schema 有在用Database的人 應該都聽過這個名稱 它其實是一個SQL Standard的 一個定義 那裡面可能就像什麼Tables 那Tables裡面放的就是 你這樣這個Database裡面 所有的table在裡面 然後或者Current Current就是所有的Current在裡面 但是因為這畢竟 是一個SQL Standard的定義 但是這個定義 其實你實在 各個Database裡面 它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Postgrade SQL的一個information schema 它有的欄位 它的schema可能就跟我們用的Trino 會不太一樣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沒辦法直接去使用 Trino的一個information schema table 那我們可能就要重新去定義 那我們是怎麼去達到 這個PG Kellogg的一個support呢 那其實在Trino裡面 Trino它有個概念叫做Connect 那Connect它其實對應的就是 我們前面那個 Kellogg 就是我們在select一個relations 它就是一個 Kellogg schema 然後relation name 然後relation name 前面的 Kellogg 代表就是Trino裡面的一個Connect 那我們實作了一個PG Kellogg的Connect 在Trino裡面之後 我們把所有的PG table 跟我們PG它會用到的information schema 都放在這個Connect裡面去 那我們再使用上 這是一個Trino CLI的介面 那我們用這個Trino CLI 去連我們自己維護的那一份Trino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說 select fromPG Kellogg 然後PG Default Schema 這個Default Schema 是一個我們給它一個固定的名稱 然後後面再接我們要的那個table 就是fromPG Kellogg PG Default Schema PG Type 這樣子就可以去拿到 我們自己實作的PG Type 的一個table 那可想而知 就是PostgreSQL 他們當然不知道說 我們會這樣子使用 他們以為他們自己是 他們以為他們用的是PostgreSQL 所以他們會用PostgreSQL 他們習慣的用法 那PostgreSQL 他們的習慣用法是什麼 就像下面這樣子 select fromPG Type 或select fromPG Kellogg 然後PG Type 然後它就是透過這樣子 就可以去access到它要的PG Type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中間要過一個 rewrite 我們又寫了一個 rewrite的方法 然後讓它去把整個 SQLtree裡面所有有 assess到PG Table的語法 都把它轉換成我們的 PG Kellogg PG Default Schema PG Type的寫法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的Treno裡面 就認到這張table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case 第二個case是什麼呢 一樣的jdbc 那它有個東西叫做 get type info 那這個messor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問題 那裡面 它背後對應的一個 SQL語法其實 存在了非常非常多 跟Treno不相容的一個 issue 在裡面 那我今天大概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挑一部分出來講 好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一個PG Synthes 就是一個synthes 的capitability 這邊有個issue叫做 table function的issue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這邊是一個 select from 一個function 它不是select from一張table 它是select from一個function 那它select from function的話 這個function 它是一個在PG裡面叫做 pgsetreturning function 它對應回來的結果 是一個table的結果 那就是我們常在其他 diabetes裡面聽到的 一個table function的寫法 其實Treno它目前這個版本 它不支援table function的語法 table function用起來會怎樣 就像旁邊那樣寫 select from generator series 它其實就是得到一張表的結果 那我們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就是去改寫了 Treno裡面的sql-based 就是它的sql的語法 我們去支援了table function 這樣的寫法 可是呢 因為背後沒有對應的實作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 table function的寫法把它轉換成 unnext的一個語句 unnext是什麼 unnext的是 它可以把一個array 轉成一個table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達到table function的一個 意義相同的一個做法 那generation series這個function 它是pg裡面特有的function 那我們當然就要把它 因為畢竟Treno裡面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它轉換成 Treno裡面有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把它轉換成 對應的東西叫做 一個叫做sequence 對一個function 這樣子就能去support 這一段synthes synthes在我們Treno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pg function 跟一些operator的implementation 那這裡你可以很明顯的 直接看到說 它這裡面caller非常非常多 postgres他們自己的一個function 比如說我們直接看到一個 current schema array upper generator series 那其實做法很直觀 就是我們要嘛就是實作 這個function在trino裡面 要嘛就是去改寫 找有 有類似功能的trino方式 trino方式出來用 那當然就是因為你可以想像說 postgres equal跟trino 畢竟是一個完全完全不同的一個系統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固有的限制 或者其實它當然 它沒有一些對應的概念可以去對應 比如說下面幾個function pg get serial sequence 這個function它的用途是什麼 它的用途是說 它要去拿到一個serial 或是small serial 或是big serial colon的一個name的sequence 但其實在trino裡面 我們並沒有serial這個概念 這是postgres獨有的 所以我們針對這種function 因為畢竟這就是可能一段行為 driver它就是要call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function 我們就給它一個空的result 空的result 跟他說我們就是沒這種東西 讓它可以walk 那像是還有一個叫做current description current description 基本上就是 它要get一個comment for a table column 就是我要拿某個table column的一個comment出來 那當然在trino裡面 其實是沒辦法對一個column做comment的 所以我們這邊 這樣子的function 我們也是給它一個空的東西回來 OK 然後再來看第三個case 這樣case它是比較tricky的一個case 這是一個datagrip的執行動作 datagrip是jbrand這家公司 它出的一個database的ide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 我們只是想要去點看一張table 其實就噴錯了 那它這個點下去看table的對應的語法是什麼 就是這個select t就是那個table 然後t.o 然後它又多顆了一個ctid的column 然後就這樣子而已 很單純的語法 可是就是有問題 那這有什麼問題呢 ctid是什麼 ctit它其實是一個postgreSQL 它自帶的一個hidden system column 它類似oracle的一個RAW ID 那它用於記錄該RAW 它在table裡面實際上的一個位置 但是datagrip 它們就是會預設要找這個ctid 那我們在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上了jbrand 它的Erotrack的一個issue裡面去找 然後有發現 有人碰到過我們類似的問題 它也是一個宣稱 它們也是去支援pgucapability的一個系統 它們在使用datagripper的時候也碰到這個問題 那table的人就有出來解釋 說它們這個邏輯是說 如果datagripper它認到特定的錯誤訊息 就發現你這個系統其實不支援ctid的seql 那我就會再提交一個 我不帶ctid的一個seql給你 它們認的是這個 postgreSQL它們自己的error message 可是我們吐出來給它們的東西是 我們trino自己的一個error message 所以想當然了 這個東西不在datagripper的一個壞例層裡面 所以就不會過 好 那解法是什麼 解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這個message 改成postgreSQL的error message 讓datagripper去觸發這個retrack的機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流程就變成下面這樣 selectctid 然後發現不行 然後認到這個錯誤訊息 它就會多下一個不帶ctid的seql 那這個case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就是 可能一段它的行為 其實不一定會 不一定是postgreSQL它們的行為 有時候是它們自己 自己設 在設計 在使用這個driver的時候 它們有自己 獨特的一些用法 這些都是我們在做PG相容上 可能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case 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貓貓跑來要罐罐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其實這沒什麼 就給它一個罐罐 讓它去曬太陽 不要來反骨 這隻貓叫弟弟 它很可愛 好 好 那其實postgreSQL 我們在做一個capitability的時候 其實會主要碰到的幾個議題 大家都圍繞在這邊 第一個叫做message flow message flow 它就是顧名之一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 在做一些message的交換 server 剛剛提到什麼 start connection extended query simple query 各個message 你的順序如果錯了 你的format如果錯了 那其實你的connection 你的query 可能就會發生問題 再來是type type就是你的pgtype 因為畢竟我們是trino trino有自己的type pg有自己的type 那我們當然中間可能 就要去做一些mapping 或者在處理一些 serulation desrelation的問題上 如果一些format有問題的話 可能也會造成你這個 你這個動作是沒辦法成立的 再來就是system table system table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的pgklog eformat schema 再來就是pg的一個synthesed capitability 然後還有pg function 這個箭頭都歪掉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就是 大家知道它就是對應 我們各個不同的module 它可能會去負責的一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其實也針對trino 本身的kernel 做了不少的改動 因為有些東西實在是 但是沒辦法只靠外部的一些改寫去處理 對 好 那其實還有更多更多的issue要去處理 你可以看到說 光是system的information function 它就還有好幾十種 其實應該不止這些 然後像是熟不清的一些system table 不管是pgklog 或是information schema 其實都有非常非常多 多張table 你可能要去support 因為這些都是被定義在postgreSQL的規範裡面 所以使用者或者driver 他們就有可能會去使用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處理 還有可能就是synthes的一個相容 我們trino SQL 它是用antero r4去跑的 去定義的 它的現在最新的版本 大概它的g4檔 大概有1200多行 那postgreSQL 因為它雖然本身不是用antero r4 我上網大概找了一下 有人也是用antero r4 去定義了postgreSQL的語法出來 大致上大概有3600多行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語法的奇異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你想要完全做到完全相容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但是所以這個其實 往前讓它前面其實就是個地獄 因為你可以想到這個 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 那我們canterdeftain 就是踏入這個地獄裡面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首先我們針對各種不同的tool 各種不同的driver去逐一的測試 可以看到我們測了 Power BI JDBC Metabase Google Data Studio Quick BKeyber 諸如此類的非常非常多 然後每一個driver的tool 或是它的tool 它的每個動作 我們去點點看 每個icon 這個icon點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爆炸 我們點點看 每個comment 它有什麼comment 什麼help 然後什麼exion 或是第一寫線問號 每個都輸出看看 它會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它對應的一個SQL的行為 到底是什麼 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 OK 所以我們的實作理念 基本上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 企業用的一個資料調整的平台 所以我們讀取資料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目前 就是做一個real only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的概念就是 我們並不是要做一個PostgreSQL 我們其實只是要去相容它 那我們就是要讓應用軟體 讓它動起來 你可以動 讓它可以walk 動起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在chino的一些 既有限制下 其實會有非常非常多一個 施錄上的問題 很多都是driver 他就是想要這樣用 而且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 PostgreSQL它是一個 對user非常非常friendly的一個 Diabase 就是它的很多 同一種行為 它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寫 就是同一個行為 對應的各種不同的SQL語法 所以其實你每個driver 每個driver它的開發者 他都有一個 他自己非常習慣的一個style去寫 所以很多行為 不是我們這邊可以控制的 我們有點像是 因為那個driver端的行為已經固定了 它這個鍵已經射過來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在那個鍵上面 去把那個PostgreSQL 那個bar 畫出來 讓它可以動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 行為導向的一個支援 我們想要讓trino去慢慢 進入這個PostgreSQL 我們內部開發的團隊 其實大家都在戲程說 我們做到後面其實就是 不是在做wire protocol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weer protocol 可是我個人覺得 wire protocol weer protocol 它能動起來 它就是一個好的protocol OK 所以我們canon 有了pgwire protocol之後 每次考試都得了100分 大家客戶的反應都非常非常棒 OK 好 那針對pgwire protocol的部分 我們大概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我們有個 後來的一個feature wall 我們其實打算把這個東西 把open source出來 但是 目前open source的形式 我們還在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牽在我們trino的kernel裡面 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張圈 所以我們還在想 要怎麼把它挖出來 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我們也會持續去支援更多的driver 然後跟工具 比如說不同的語言 php python的driver 或是javascript的driver 我們最近還在處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是我們用oracle的一個叫做dblink的功能 dblink的功能 它就是說我在oracle裡面 我可以去連一個外部的一個data source 比如說dblink我去連一個postgreSQL dblink我去連一個 連一個什麼 連一個mySQL 所以透過支援wire protocol 我們也可以用到這樣子的功能 那因為各種driver 他的所有行為其實都收斂在postgreSQL 這個框架下面 所以其實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它是會逐步逐步收斂 OK 好 那接下來我簡單的快速工商時間以下 就是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另外一個團隊 它開發的一個open source專案 它叫做Valcon SQL 那Valcon SQL它的用途就是在說 它是instant API on your data warehouse 或者data lake 簡單來說它就是可以把你的一段SQL 很快速的轉成一個web API 供你的一個web engineer 或是一些non-tech的user去使用 API轉出來 還會連帶這個API使用的document 都把你轉出來 有興趣的話 掃這個ql 可能有點小 玩遊戲 你就搜尋Valcon 你就打ValconSQL.com 就可以進到這個專案的官網裡面去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我們 也可以來做一些貢獻一起開發 OK 那你主要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那謝謝Jax為我們帶來解說 那現在是QA時間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你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是因為只有讀的原因 所以你在選擇用canon嗎 那這邊是不是說你是把你的 PostgreSQL語法 轉譯成其他目標平台的 CQL語法 就是你剛剛在講述這個的 那個標達上的內容 應該說它是一個 因為我們背負責是trino 是 但是Cline端 它是用PostgreSQL的語法 在跟我們溝通 所以我們會 在一定程度上 我們會需要去對這個Postgre Driver端給來的這個SQL 做一些改寫 那我再來問最後一個問題 是 有一個叫做FallingDataWarp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FallingDataWarp 你是指一個project嗎還是 它也就是說 就是PostgreSQL 會跟其他DB 建一個virtual的table 對 這個東西是因為 它是也可以同時讀跟寫 所以說 你是不是考量到 因為只有讀的關係才選擇 因為我剛剛提到 FallingDataWarp 是可以同時讀 或寫資料那個帳號 全信有開 對 這其實是牽扯到說 因為PGWearR Protocol 它本身 的確是有讀跟寫的協定 都在裡面 因為我們畢竟 實作的時間也不長 所以我們先選擇 以讀為主 去做support 對 所以如果 我們這個PGWear Protocol 其實也可以用在你剛剛提到 那個FallingDataWarp裡面 對 它其實就是你只能拿來讀 讀資料 你不能對我們的 我們這邊的Diabase 做任何的改寫這樣 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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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